蝦皮 很久都没给大家打招呼了 大家好,我是天妈 这次无意放假把自己吃胖了不少 不称称不知道一称称下一条 晚上称就是八斤 早上起来称空腹就是六斤 太吓人了 前段时间一直说自己要减肥 结果肥没减下去 还把自己吃胖了不少 现在真的脸太远了 所以我后面真的实在不敢大吃大吼了 所以今天晚上我就打算吃个汤 这是虾皮 还有姿菜 今天晚上就吃一个虾皮姿菜汤 水开了放点姿菜 再放点虾 下面打个鸡蛋 把鸡蛋消停鸡蛋放 放点酱油 剥两下 其实放个酱油在里面的话有味道一点 我的一碗姿菜汤就这么简单的做好了 开吃 拿一个我们的小面面包 这个是南瓜味的 这个还有一个菠菜 菠菜味的 拿一个南瓜味的吧 这个汤里面没放油 就放了点酱油 因为无意加气 大家都在一起嘛 每天都做好吃的 就控制不了自己 买的都吃的比较多 所以太容易长胖了 一时没控制住自己减肥 没减肥 结果把自己养圆了 好香 这个是我买的面包 但是它的脂肪是凝肥 就是没了任何脂肪的 这个可以当主食来吃 今天早上我吃的那个桥面 桥面面 它也是凝脂肪 这个挺好吃的 虽然它没得任何脂肪 但是它吃起来味道是甜甜的 不是那种无味的 我觉得这个当主食吃的话 是比较安逸的 其实减肥不一定说不吃 就是采取一些脂肪比较少 来当做晚餐早餐午餐吃 这样的话也可以减肥 吃个馒头 喝完汤 汤安逸了 我觉得减肥真的是要靠医力 长胖很容易 真的瘦下去太难了 如果没得医力和决心 真的是受不了 就像我一样遇到美食 也抵抗不了 人又多 别人吃饭吃的香 就很容易把我带进去 我现在就使劲吃 就忘记自己讲肥这个事了 但是只要坚持 我想起一定会瘦下去的 所以很多人 大家都在下面评论过 说我怀孕了 其实就是看我胖 是不是 为了辣椒花 我得要瘦下去